流星这样的人为什么还会有粉丝呢 这个问题你说复杂的也不复杂 第一个呢就是臭微香头嘛 这个社会上总会有一些跟流星一样的 坏人跟败类的 那坏人跟败类臭微香头抱在一起取暖 也能理解 对不对 那除了坏人之外 还有一批流星粉丝就是傻子了嘛 就跟那些明星的脑残粉丝一样的 被那个明星头子已经洗过脑了 那就死心塌地地跟着他 流星说你给我捐点钱吧 我以后还给你 这帮人光光就真的会去捐钱 你这次要不是那个微博那边 拦得那个紧一点的话 你再给他点时间的话 那几十万的这个钱 真就可以给你集起你心嘛 傻子有的时候 这个力量大起来的话 比正常人还要大的 是不是啊 我以前几天抗扬期间嘛 就一直在跟流星的 其中一个傻粉丝在那里交绑 我是已经领教过这帮人的这个思维了 你就有一天流星有一个粉丝 先是私心过来质问我嘛 说你不了解内情 只根据媒体跟法院的这个报道 来批评流星 这是对流星不公平的 然后我说 青岛中院的这个判决不权威吗 你难道还有比这个更权威的证据来源吗 你拿出来给我看看 于是他还真就给我甩过来一个网站 他说这个网站里面的这个信息 才是公正客观的 我当时一看他这个网站的名字 我都乐了 这个网站的这个名字 居然是用流星的这个权拼拼的 一看就是流星这一方 奔着自己有利的这个目的 搜集起来资料 然后惠总搞了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小破网站嘛 我看了这么一个网站里面的这个信息之后啊 我就问这个流星粉丝一个问题嘛 我说 这里面的这个东西 哪怕都是真的 流星跟他的这个律师 难道会比你了解的少吗 他们肯定已经把这个东西 对自己有利的整理提交 给了青岛法院看了嘛 但是为什么 即便把这些东西有利证据提交上去了 这个案子还是判输了呢 你觉得是流星有问题 还说法院有问题呢 他说法院有问题 流星没问题 理由是什么 历史上是法院就出过错的 所以说这次也有可能是法院出错 然后接下来他就继续用这个流星一方 提供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证据呢 来来来来给我分析案情 证明流星是无罪的 这其中呢 他多次提到了日本卷宗的事情 来说自己的这个证据 是来自日本法庭提供的这个原始材料 这个证据比青岛法院的这个还要好 更能说明问题 那我说好的 你既然说你老拿日本人的这个材料说事情啊 那于是我就给大家发出一个杀手锏了 我说日本这边富士电视台啊 前几天呢 正好在流星二审之后啊 就结合自己掌握到的这个资料呢 把整个江戈案的这个全景都还原了一遍 拍成视频了 这个视频我说你拿去看一看 人家日本人是怎么样去还原这个视频的 人家日本人还原出来的这个江戈案 基本上就跟我们现在认识到的一样的嘛 对不对 好 我说你这个怎么解释 他那个人啊 流星那个粉丝 看了一会儿之后 他给我指出两处细节 他说你这个视频当中细节不对的 跟实际案发不符的 那个也是不对的 这个视频有问题的 跟真实情况不一样 就在他的这个脑子里面啊 他是有一个所谓的先定的 既定的 真实的这个案发细节的 他已经给你脑补好了 只要你提供的这个材料 跟他脑子里面的这个细节是不符的 那就是你的不对 哪怕你是日本专业的电视台 哪怕你是中国的这个法院 只要你提供的 只要你还原的 跟他脑子里面不一样的 就是你的问题 我这个没问题的 我这个就是真理 你看 这还算是正常的人嘛 你这种人就彻底不正常 磨正了嘛 那我之前把这个 我跟流星粉丝的这个聊天截图 发给我身边的朋友看嘛 我身边的朋友说 你你这帮人干嘛呢 你这不是吃饱了秤的吗 我说我倒也不是为了自己 我这个主要是为了姜哥的妈妈 我一想到姜哥的这个妈妈 除了要对付流星这么一个魔鬼之外 还得每天受这么一帮猪脑子的攻击 是吧 实在老人家实在太可怜了 所以我的想法很简单 对于这种妖魔鬼怪 我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 能斗争就一定要给他斗争一把的 能杀掉这一帮人的这个邪气 撒气 是吧 那实际上就是在帮姜哥妈妈 分担一些痛苦嘛 如果说杀不掉 是吧 那我们其实也是在用自己的这个实际行动 告姜哥妈妈 你别慌 我们多数脑子正常的人呢 还是会坚定不移的 站在你这一边的 是不是 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网上 遇到过这样这样的这个流星粉丝 你们对这么一个恶劣的物种 有什么自己的这个看法 欢迎大家点赞关注 谢谢评论 我是大白 下期百话天下 再聊 好